作为全国顶级的神经外科专家 姜涛仍在时刻挥霍着自己的脑力 参加各地学术会议 深夜回京已是常态 他们有人说我绝头 绝头都没话 有人说我这个有点清伤地心 你看我路上 我接了好几个要入住院的 就拉黑了 再不联系了 就想套进我也套不上 我特别我母亲 很自觉 我也跟他们讲 我说我就是天天一名医生 你们也别给我介绍患者 你介绍我解决不了 你不能说我农村来 我就没床住 所以我当时可以过去重患 单拍对 不管认识谁 认识不认识 我这块不信乱马七糟的事 让江涛加倍呵护的病房 正是北京天坛医院 神经外科肿瘤五病区 深入这里我们发现 百分之九十的患者来自外地 普通的市集乃至省其医院 岂能处理基础的脑部疾病 而面对诸如脑肿瘤 这样更复杂的大脑疾病 则显得无其可施 而住进这个病房呢 还有最绝望的一群人 他们罹患的 是庐内最为恶行的肿瘤 脑胶滞瘤 来啊 您看影片 我做过那个放化疗 这病人 这得做了 现在语言有问题吗 有点问题 有 那可得那什么 那小心点 坐下 你跟他说这是保命吧 保命手术 这次主要是为了保命 保命 为了多活一段时间 更令人无奈的是 在脑胶滞流的打击对象中 轻壮年男性站到了首位 在这次拍摄中 率先进入镜头的 是一位正在哭泣的父亲 是一位正在哭泣的 他的儿子国栋 刚刚被确诊得了脑胶滞瘤 肿瘤 轻则让国栋丧失语言功能 重则围起生命 我是为方的嘛 父母都是农民 是吧 你好不容易刚接了 有孩子多么喜的一个事 然后再想到定居了 我说我在村里 反正也是挺好的一个事 是吧 这样一弄 他们心里的落差多大 然后媳妇 然后这样的话 相当于也是家里的 不能说顶两桌吧 在男的嘛 是吧 在家里突然想到你说啊 你这样了 也还难受 就是还难受 这嫁了 只是他呢 那接上来这个整体 整体的整体不好啊 那眼睛打疼 得低了破五分线意见 一目的事要留下下 在2023年之前 他的故事应该这样讲起 国栋是一家人的骄傲 国栋的爸爸 山东为方 地地道道的农民 靠着种葱 种蒜 养活着国栋和弟弟 命运给了国栋一个 不高的起点 但他却靠着自己的努力 写出了一个 绝地反击的故事 走出农村 落户城市 国栋一个人拖起了全家 也改变了几代人的命运 但2023年之后 故事发生了转折 中兆来自一次突发癫痫 就在床上和小孩一块玩 玩着玩着之后吧 然后就自己就不知道事了 全身是个抽搐的状态 然后就没有意识 生病的国栋 还没来得及考虑自己 却因为不能负起顶梁柱的责任 而深深自责 同为男性 同样出身农村 江涛清楚 国栋人生下半场的故事 该怎么写 是他的责任了 在这儿呢 就是说这个一块都是留的 这个小伙子留的还不小 手术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人家为啥你要做不好一个摊 一个疏忽语言障碍 脑胶质瘤 脑胶质瘤 神经外科医生曾经的噩梦 大部分触发恶性程度低的脑胶质瘤患者 脑内肿瘤会反复生长 一些患者则会进展为 恶性胶质母细胞瘤 五年生存率不足肺癌三分之一 可以说 其他肿瘤的治疗方式 在与脑胶质瘤的对决中 几乎都败下阵来 保命还是保患者功能 面对这个残酷的选择题 在2000年前后 几乎所有患者 都只能选择前者 也就是那时 江涛开始为这群人前后奔走 我们碰到一个老患者 就是说他那大概是一个 四肌脚症母细胞瘤 大概是三年左右的时候 昏迷 我们以后呢 又半年以后去世 所以这个 我当碰到这个时候呢 我们医生的吸引实际 跟患者是一样的 也是觉得这种愧疚感 还是就觉得说 应该更加努力 能在这个方言上 研究上能取得更多进步 给患者带来更多的 这个治疗的一些方法的 一些改变 国动的检查结果 令江涛感到担忧 他需要尽快为他做开颅手术 而今天 我们还拍摄到了令江涛 倍感为难的另外一名患者 35岁的陈默 在神经外科肿瘤五病区 他已经因为脑胶质瘤 反复入住四次 时间跨越12年 你先走路有事吗 有问题 稍微的没有左腿那么 这是 他是画画的 就是画手不连 开始上我左手手 他是在一个每月学习 大三的时候呢 就发现右手有点不灵活 就发现在运动区 长了一个瘤子 但是呢 结婚生子之后就复发了 再次把肿瘤打不切掉 起到以后呢 这次进行了放疗 又过了四年 又复发了 我看你做句话 你做句话 做句话我看个瓣 看个这个 好薄 对对 还有一个钉子快露出来 不行得清了这个 这个头皮血运都不好 哎哟 就想好了 这次手术呢 从影像上看 肿瘤恶运程度增加了 早期是低级别 现在可能变成中高级别 咱从这边走了 就直接下电梯了 之前来的时候觉得可大 哪都找不着 现在觉得就老来都熟了 她第一次手术是在老天坛 然后那个第二次数前 是正好赶上老天坛搬家 我这边搬 这是陈默的妻子 在轻车熟路 往返于医院的路途中 她和我们讲述了丈夫 患病后的生活市场 我记得当时她跟我说 她说那天她照了一CT 说里边有个东西 我还上班了 然后我就哇哇点哭 她第二次手术之前 整个人癫痫癫的 就是属于那种吃傻状态 最后然后等我怀孕的时候 18年怀孕嘛 有一天晚上睡觉 我就觉得那床一直在抖 我就看着又发了点钱了 两个家庭的希望再明确不过 距离上次复发仅有两年 家人希望姜涛能为陈默 多切除一部分脑子 以争取下次较长时间复发的窗口期 但陈默要付出的代价可能是 瘫痪 27岁的国栋 则期待保留功能 至少不影响继续工作 还能帮衬着家里 无论如何 在短期内遭遇脑胶滞流 这样的疾病 即便是顶天立地的大男人 也很难做到全然面对 您可能会问 这些青年男性的大脑怎么了 关键在于原因未明 没有找到确切的原因 比如肺癌 说可能跟吸引相关 比如肺癌 因为说饮食 就是高烟饮食啊 或者水也有问题 单身胶润没有发现 所以导致就是说我们无法预防 脑胶滞流 是名副其实神经外科领域的出风 二十多年前 已经可以独当一面的江涛 不顾他人反对 实意从零开始出国留学 转身进入这一领域 他眼中的忧愁 来自于患者 也来自于治疗方式的大大受限 江涛希望他能有所探究 去突破 国内跟国外呢 肉眼可见的差别 国内专门做教授临床的 不多 反正因为知道这个病治不好 但是我到那个中心之后呢 我参加他们大量讨论 就是说怎么把教授做得更好 我记得我参加第一次组会 他说问了一句话 他说我们目前团队 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我们下一步怎么办 我当时觉得这个是很震惊 我觉得也想象某一天 我们团队也说 我们已经是世界第一了 我们应该下一步怎么做 再次见到国栋 他已经剃了光头 为手术做好准备 但江涛却不得不再次告知 他脑中的肿瘤可能会复发 就这个年龄的 做这么大手术还是挺挺挺挺的 我们病房有个小伙子 现在已经十二年了 做了第四次 都认为很好 那这是第二次的时候 第四次 第四次 他这个病是会复发的吗 复发的 会复发的 嗯 而江涛第一次手术切除的程度 直接决定了再次复发的时间 而沉默外形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因为反复手术 沉默头皮血功很差 术中切口可能无法愈合 他需要承受一种较为痛苦的方式 对这块头皮进行处理 现在怎么样 还行 开始疼了吧 有点了 顶的头盖骨和皮都特疼 疼得 有一次疼得我回家他吐了 疼吐了 他晚上又有这包 他不能好好睡觉 他老太胖了 我最好没事的 最好平疼 不是我为了顺利啊 沉默希望 他的生死时刻 能来得晚一些 再晚一些 我心里边其实很大落差了 因为 头两天还能画那么清晰的画 那个笔我都拿不太多 写字我身上写不了了 我要知道 这老复发 那确实挺脑心的 比如这好手吧 不是这样吗 这样 这个就会 一 二 三 都很对劲 沉默曾是一名美术老师 绘画 承载了他对生活的所有美好相貌 但如今 他右侧肢体感觉迟钝 手不灵活 也拿不起笔 肿瘤复发期间 他和爱人迎来了新生命 女儿成长的思念 是一个年轻父亲 承认自己 再也无法贡献价值的思念 其实我最心里别扭 最心里那个事 就是我觉得 病 这种病我就失去了 我的人生价值 失去了一大部分 后来我也想大了 我就算不化了 我不化了 我和我对家里的贡献也是一样的 我把我的一些生活的感悟 我传承到我闺女身上 我用我的经验 把我的闺女体验好了 这不是也是我一大功能 她有时候就跟我们说 哎呀 反正她这种情况吧 她就说有时候没准就是 就陪不了她闺女很多年 这类的这些 我说如果我闺女 她要是就是找人啊 接婚啊什么的 如果我知道她身体不好 那我可能就不太想让她过我家 人家毕竟累 就身体上累 我觉得这些都无所谓 都累心 哎 有时候就觉得 你看 像嫁了这么一个 帮点什么忙啊 安静 点在这边 人不多 心里惦记着沉默 和国动的手术方案 但今天 姜涛还要赶最后一班飞机 去趟西安 因为姜涛必须关心 北京以外的神经外科发展 我八八年毕业 东北特别哈尔滨 它是飞行病特别多的 所以那阵我在呼吸科实习 我觉得这个老爹这个 说没了就没了 但是所以说就觉得 这个内科治疗有时觉得 方法并不是特别多 结果男还喜欢动手吗 我觉得那阵对外科人 有基本认识 手刀并除 肚疼偶尔叫 然后一来他一摔完的时候 人很快好了 为啥这个我们神经外科 学科这么好呢 就是我们导师当年 他们这一代人 就是他们那代第一代创业人 就打下基础框架非常好 对王总书院士和我们赵雨城教授 对学科这个构建超前行特别好 神经外科的学科峰会经常很冷清 参会人数不足骨科等大学科的三分之一 而培养一个神经外科医生 需要十到十五年的时间 这里面愿意去钻研脑胶质瘤的 更是凤毛麟角 二十多年前 江涛攻入脑胶质瘤领域的时候 这个学科还是一片空白之地 这个问题就特别好 从神经外科角度看 如何呢就是说更好地切除这个 大脑半球肿瘤 更好地保护大脑功能 谁愿意为这些患者的人生负责 江涛希望更多有能力的青年人 能够入局 晚上九点 行程结束 飞机还有一个半小时起飞 江涛抢时间开始吃今天的第一顿饭 多几年没半夜吃过 可是湖南饭跟河南的也不一样 湖南没这个愁 小王你来 还有人 挺喜欢的 当时我们是第六届生大学生 上大学生叫天之骄子 有时一条街道就一个大学生 我们大学食堂就是我的上一届师兄 还有吃点粗粮的 等到我们是大学基本没粗粮的 那吃个鸡蛋就算清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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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分三个部分来讲 首先第一个部分 我会跟大家讲 会不会我这个不能动了 整个我就贪了呢 我不是就成累赘了吗 这我一想到这个我就特别怕 我还不如改了呢 我理解啊 我猜想 我肯定不会有那么长寿 这大学 能看着我闺女长大 而同一时间 姜涛还在办公室 反复推演着手术方案 姜涛的考验来了 我们全程记录了两台手术的过程 也见证了两个家庭的悲欢 2023年的高考日 沈默的第四次手术开始了 这次肿瘤偏大 已经达到三个厘米了之间 因为三次手术还做过放疗 局部解剖结构啊 一打互动 姜涛首先需要暴露肿瘤 但这常规的一步 就让沉默手术室里的紧张氛围 陡然升起 打开点行了 够了够了够了 可以 好 我先担心就是波太大不行 我先不好说啊 暴露肿瘤 需要打开硬脑膜 但因为放疗于反复的手术 沉默的硬脑膜 已经和掌管运动功能的大脑皮层 紧密地粘连到了一起 就是你要拨开这个粘连的过程中 很可能就破坏脑的功能 强行剥离 岂有可能在这一步 沉默就瘫痪了 而果冻的手术 对姜涛的要求更高 他希望果冻 不但能通过手术活下去 而且能保住语言功能 巨大的肿瘤 使大脑的功能区移动了位置 由于胶质瘤呈侵袭性生长 很难区分肿瘤 与正常脑组织的边界 姜涛需要小心翼翼地 在纵横交错的神经网络中 尝试着划定肿瘤的边界 因为我们这些大脑 很多重要功能区域身体司令部 哪些地方可动 哪些地方不可动 它是有很多解剖就标志的 很多区域我们数前就判断说 如果期待以后患者平坦怎么办 期待以后患者失语怎么办 这是比较难的 因为胶质瘤 它成一个这种迷赞的这种生长方式 我不可能全把半个脑子都端走 对吧 这个是不可能的 我意识到了它周围可能有 那我肯定会自我相应的 这种扩大范围进入 但扩大的过程很有可能就损伤了 就损伤了现象的功能 要避免术中损伤国动的语言功能 将它需要进行术中唤醒 你知道你今天在哪儿的吗 在天南医院 在天南医院 行 我方大夫啊 来 坐完手 伸 伸 伸 来 张嘴 伸舌头 好嘞 放松 来 跟我数十个数啊 一 二 三 2006年 第一台术中换型手术出现在中国 主导医生正式降套 通过术中唤醒 监测患者的语言和运动的变化 姜涛可以完成与大脑指挥部的 直接对话 现在咱开始要看语言功能了 好的 咱就得睁开眼 然后看一下这个图片 能不能看清 可以了 它刺激了 姜涛一边用电 刺激着患者的大脑皮层 一边观察它的反应 这边是衣服 好 国动的突然失语 是因为电流暂时阻碍了它的思维 转化成语言的神经活动 抑制了它的语言表达功能 就这块 就这块 对了 就这两次了 两次 这就是这块 开颅手术中 唤醒病人这一不可思议的举动 这是精准外科治疗发展历程中的标志性事件 这使得神经外科医生可以清晰知晓手中的这把刀 切到哪里对患者有益 切到哪里也会对患者有害 沉默和国动将成为受益者 而我们记录的另一台手术也已经入了关键时刻 沉默手指的突然跳动 意味着刺激到了运动区 江涛万万不可触碰 否则沉默非死极惨 但沉默的肿瘤正位于这个区域 切还是不切 直接决定了沉默是否会落得右半身瘫痪 江涛下刀了 他开始向着雷驱试探 此时手术室内的空气仿佛凝固了 江涛不再说话了 但他的内心非常坚定 这一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实则源自江涛的重大研究 他认为神秘复杂的大脑 是一个由无数个节点组成的脑网络 通过术中唤醒病人后 找到需要保护的真正关键节点 之后即可大胆切除其他位置的肿瘤 功能也将不受影响 现在他需要进行最大程度的切除 成半再次异曲 辅助运动区在棕色的前面一点点 辅助运动区告诉我们什么呢 你要第一个直接弯 你要第二个直接弯 而长在辅助运动区的患者 我们切了之后 他可能在术后24小时之内 会出现这种一过性的运动障碍 并且得找到了相应的这种 康复方案 利用这个大脑的这个可塑性 就是这损伤了 他周围也能凑合把这事带偿起来 来通过这个来去恢复 他相应的功能 心骨头被姜涛啃了下来 跟术前估计是一样 他还是这个肿瘤切了工程区 还是那幻影下 就是边切柳子边找工程区 术中找到了工程区找到了 现在肿瘤能切 今天肿瘤能切了八九十 在术中比如把体位头能痒一点 沉默从手术台上下来的第一天 他的右手就可以正常使用 而国动不但保住了性命 姜涛还为其保住了所有功能 语言行动均不受限 两个大男孩马上就可以回家了 走出手术室 姜涛自由切换到另一片战场 不满足于做一个神经外科的大夫 然后看到了很多这个科学的前沿的东西 而且我十年前见到他的时候 他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现在是基本上满头白发 但是十年前还是就是头发都是黑的 我鼓励我们这科研人员和丁窗大夫 我都这么说 我说的江所江涛教授带着学生 昨天加班加到十一二点改本子 然后呢他们 我说你们就得跟他一样努力 谢谢给你们看 不顾ear 因为 我们会 typically 看不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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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